想得开放得下 人生就是一辆快车 要好好地把握住每一个过程 有一位年轻人去请教一位智者 他问那位智者说 那个智者先生 我不停地行走 我在人生从来没有停下过 可为什么总是难以抵挡预定的目标实现 讲到底就是没有实现目标吧 智者给年轻人讲了三个小故事 很短的 他说有一位农夫 为了能够尽早收到果实 冬天还没有结束 他就剥下了种子 让种子早点种上 不要耽误了冬天的时光 可是最后那些种子 全部被地里的寒气给冻死了 农夫本想早一点拥有收获的果实 却落得颗粒无收 这是第一个小故事 第二个有一位游客 他行至河边 急着要想到对岸 可是这时候风高浪急 船不能过 老烧公告诉他 先生啊 你等一会儿风也许就会停了 可这游客说我不能等 不能耽搁 他就顺着上游去寻找桥去了 他还没有过了一个时辰 风就停了 当老烧公划着船 安全抵达对岸的时候 那位游客还在苦苦地寻找着过河的桥呢 有一群孩子在草地上放风筝 可因为一时没有风 风筝放不起来 有一位孩子的耐心不够 非常着急 他心想这里没风 说不定山顶上会有风 于是他拿着风筝往山顶上爬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 当他回头一看 草坪上那群孩子 一把风筝高高地放飞起来 讲完这个三个故事 这个智者说 孩子啊 等待是另外一个形式的进步 它有时候甚至比进步更加的快捷和重要 听完智者的话 年轻人就明白 自己之所以总是难以实现预定的目标 是因为自己放弃了等待 放弃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进步 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 我们每天念的阿弥陀佛 就是在种下你善良的种子 结果不会马上出来 我们每天拜着观世音菩萨 求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能够化解我们一切灾祸的时候 我们在种下善良的种子 但是结果不会马上显灵 因为它终有一天会实陈到了 让你走向西方极乐世界 和解决你人生一切的烦恼 你只要每一天的慈悲 每一天的念经 你好好的去种这些善种 你一定会等到的 那就是花终有一天会看 你终有一天会脱离人间的苦海啊 我们人每一次的感情 因为我们太固执 你想一想我们一个人走到了几十年 我们折腾了多少年 我们生活工作学习 当然都会出现很多的裂痕 所以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人生如戏 别总想当主角 数大招风 会损伤你的机体 等待 那是有智慧的延续 只有经过长期的修行学佛 你才能达到心灵的净土化 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戒律 以戒为师 你的内心才会变得越来越明星见性 啊 好 好 啊